这一男一女半夜不睡觉却跑出来挖别人的坟墓 但他们挖的可不是什么宝贝 而是天启似骑士之手死神的头颅 黑妹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然而下一秒头颅突然睁开眼睛 紧接着无头骑士也随之而来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无头骑士就举起喷子对他们一顿疯狂输出 博德抱着头颅赶紧躲进墓穴 黑妹被凶猛的火力逼得连连后退寻找掩护 就在博德命悬一线之际 黑妹及时对着无头骑士连开竖枪将他击退 博德趁机爬出墓穴抄起铁铲对他一顿疯狂输出 但连子弹都杀不死的无头骑士 博德对他的这点伤害更是毫无卵用 反倒自己被无头骑士一拳打倒在地 眼见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博德赶紧拿上头颅想要逃走 突然一把斧头向他迎面飞来 好在只是有惊无险 就在这时 警员安迪也赶到了现场支援 可万万没想到 他趁着黑妹去后备箱拿武器的时候将他打晕 就在安迪把他拖进车内的时候 迷离呼呼醒来的黑妹一把咬住了安迪的手指 并趁机夺走他的配枪威胁他将自己靠起来 与此同时 博德抱着头颅躲在一辆汽车旁边 无头骑士也紧随气候追了上来 可却遇到了前来支援的两名警员 就在这时 无头骑士的身上开始冒起了白烟 原来太阳光就是他致命的弱点 所以他得尽快想办法脱身 于是他举起武器对着警车乱射一头 两名警员被凶猛的火力完全压制 听到枪响的黑妹赶紧过去查看 等两名警员站起身的时候 无头骑士早已经骑上白龙马扬长离去 由于两名警员也目睹了无头骑士 博德的嫌疑身份这才也得以清白 同时局长弗兰克也让黑妹去审讯安迪查出真相 此时安迪已经被关押在牢房里 原来他早已经被恶魔控制了心智 所以才暗中协助无头骑士 但这次的任务失败 他对恶魔也已经没有了利用的价值 赶来的博德跟黑妹刚好撞见了这一命 他们还是来晚了一遍 这时黑妹看到镜中有一个诡异的身影 他正打算走近好好看清楚 可却被恶魔发现瞬间就将镜子打破 随后他们调出监控查看 然而他们从监控看到的却是安迪自己撞到镜子上身亡的